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乔次博A4这个箱子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肯定好奇 其实这个A4这个箱子出了有一定时间了 为什么我一直拖到现在才聊呢 乔次博A4它第一个版本的这个箱子还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显卡这边PCIe的插槽 你显卡根本就插不进去 必须用老虎先把它强劲掰开才能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忍受的 甚至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机箱 所以说乔次博它就出了V1.1版本 然后能修复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同时呢它对这些机箱做了一些的改进 那所以我也是拿到了它的这个改进版本以后 进行了一些装机感受以后 才决定再出了这一期的视频 那先跟大家聊一聊乔次博这个品牌嘛 其实乔次博之前也出过不少比较经典的机箱 像UMX1 UMX1 Plus UMX3 UMX4 之类的 还有之前的Model E 但是你看乔次博的机箱呢 只能找到一些借鉴一些有商产品 并且进行了一些创作的一些这个例子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前几天也是一个南京本地一个做Model朋友跟我说嘛 他们新出了一款什么什么机箱 当时想找乔次博代工的 乔次博这报的价格也挺合适啊 但是他们提了个要求啊 我们你这个什么图纸嘛 我们可能加完工以后 可能拿这个图纸进行再创作一下 你们到时候不要介意啊 我朋友一听我靠这哪得了啊 算了算了我还是找别的 报价更高的厂家吧 所以说乔次博他 这个我们常说他有乔次博什么 叫五人公司 就是说他在公司人少 反正我了解到他之前很多产品 可能他也没有专门的设计师 所以就是啊 看看最近市面上有什么友商的产品啊 比较不错 我们来渐渐学习一下啊 出一个新品 那其实包括这款乔次博A4嘛 也是当时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春节之前吧 乔次博的老板带了A4 还有当时的那个T8小机箱过来 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意见什么的 基本上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型 然后呢 后来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啊 最后出来了这样的机箱 我们先说一说嘛 他之前的老款啊 他有存在哪些问题 一开始说了嘛 这个PCIe的插槽 因为他可能是那个插槽的孔开的太小了 所以他只能插这个机箱自带的那个挡板 能插进去 但是显卡的那个钢片基本的比较厚 所以插不进去 我们那时候装的时候都得把那个钢片 强行把它撬开啊 非常难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箱真的受不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他这个机箱的那个 开机线不够长 因为说 因为当时乔斯伯他做样的时候 好像是拿着微星的主板进行 那个的 微星的主板跟技嘉主板 他的那个开机键都设置在主板的右侧 华硕主板他就 他就不知道哪个钉搭错了 对吧 华硕主板的B360i 他的主板的开机键在右侧 他的Z390i 他把那个主板开机键移到了PCIe插槽那边 显卡套到下面 一下子线增加了好多 所以那个时候 华硕主板的那根线就够不着 所以就特别难受 虽然说他的新款进行了延长 那我们这次装华硕主板还是 对吧 但是我们这次还是比较难受 费了一番劲才够得上去 另外第三个大家反馈比较多的问题 是他的这个底部的那个底座嘛 他是磁吸的 对吧 当然他觉得磁吸的可能更高级啊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考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是磁吸的话 就是说一碰它就掉了 诶 就是不稳 所以很多人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乔子博嘛 就把这一次的话 他不仅可以磁吸念 可以拧螺丝进行固定 所以新款嘛 首先是针对这三个 大家反馈比较多的问题进行的改进 然后呢 另外的话可以看到 新版的这边 他增加了一个Type-C的接口 都9012年了 你说你作为一个 卖大几百的机箱 你不带个Type-C 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说这点我觉得还是 是很不错的 另外的话 乔子博说是把里面的喷漆进行了改进 不过这个我也没仔细看 看不出来 另外一点我觉得改进不错的是 就是他增加了两个颜色 黑色跟白色 但是不过我说实话 我看了看 我还是觉得乔子博的银色的铝箱子 还是更加的好看 不过说实话 虽然这个机箱乔子博进行了一些改进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有一些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也算是乔子博的一个 不是乔子博的一个 所有铝箱的一个通命 就是割手 他外面都是这些圆弧的 摸的不是不割手 不像CL那种方方正正的 摸的一不小心就拉一道口子 但他底部的这些 边边角角 特别是你装机的时候 还是很容易割手 像我昨天就被割了两次手 这个又是滴血认主了 所以这点其实我觉得能接受吧 因为铝箱子嘛 你装的时候难受都能理解 只要你用的时候 不要碰一下滑一道口子 我觉得就OK了 另外的话我想说 这个机箱虽然你看现在装好了 觉得非常的好看 里里线线怎么的 其实装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 为什么呢 他这边设计的一个电源挡板 就是他的意图是这样可以挂两个2.5寸的硬盘 比较美观 当我能理解乔子博 他的这个设计的用意 但是这个设计的话 会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缺陷 一是极大的增加了装机的难度 可以看到吗 这次我们走的是定制线 那实际上这次走的定制线 长度高中好其实是非常的费劲 因为说的话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电源线 从他这块电源挡板的小孔子里面穿出来 所以这样装的话非常难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线拽出来一头 然后还出过来多少 所以装机的时候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非常的难受 第二点就是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电源的 它的设计是那个风扇是朝上的 它只能朝上 你总不能风扇对了显卡那一面吸热风 只能朝上 但是你这一个盖一个挡板 整个把电源的进风全部给堵死了 所以说电源这块的散热是不好的 所以说这个配置的话 我也不敢上太大功耗的一些配件 否则电源的话 让它功耗比较大的话 那又没有足够的进风的话 其实对电源来说也是比较伤的 那正好说说我们这次的配置 其实这次的配置 算是中规中矩吧 CPU是i7 9700KF 主板是华硕的Z390i 内存是金志顿的亥格神套 褂洲者32008GX2 然后固态是悉数的SN7501TD 机械硬盘 当然这个只是为了展示 所以加了一个英特尔的S3700的企业盘 正好我们为了方便以后加硬盘 这边都留了两个镀银的定制线 电源是EVGA650GM 散热是恩杰的X52 显卡是技嘉的2070SUPER GAMING OC白色版 风扇是加了4个采用的PT1850的白色风扇 这套主题是主要想表达一个白跟银的一个主题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能采用的显卡啊 风扇啊都是用的白色的 然后呢 因为为了搭这个银色的主题 所以定制线都是用的镀银线 那其实我们SATA线这边 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嘛 就是用的主板自带的 其实如果想追求根本观的话 可以去淘宝去买那些专门 应该叫安菲诺的一个镀银的一个赛打线 那这样的话整个机子就更好看了 另外说一下 这个配置其实我也是略微有一些遗憾嘛 就因为技嘉也是 我也不知道它哪个钉搭错了嘛 本来2070SUPER这个卡挺好的 GAMING OC的卡保四年啊 散热什么的也都不错 但它不知道怎么把那个Type-C的给砍掉了 所以我们 你还想小机箱嘛 你有个Type-C总能方便点 因为现在有很多Type-C的那种便携显示器 你直接一根线又通电又传数据啊 非常方便 你这样子弹了以后 我总觉得有一些别扭吧 下面我还在说说这个机箱 我装机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吧 第一个感受就是说 虽然乔斯伯这个机箱 他给了一个那个说明书 但是你按照他的那个说明书装机的话 我觉得比较费劲的 因为他建议我们先安装风扇 我就装着装以后 整个后来又推倒全部重来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这个机箱的话 其实他没有给什么太多的理线的一些地方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这些细节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机箱走线比较好看的话 那我们这边都是增加了 就是沾上去的额外的理线带 那否则的话 他这根电源线拖着的话 如果只是按到他机箱就捆在那边 非常的难看 第三点的话 他这个机箱为了美观的话 他有些地方采用了内六角的设计 但是令我最无法忍受的是 他这个机箱的显卡插到这边 用一个内六角 你说我们用内六角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他从外面看好看 因为内六角是比较平的 但你在机箱内部搞的内六角 我觉得除了增加我们装机的领螺丝难度以外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放在里面你给谁看呢 我们说到A4机箱 它相比一些普通的一些ITX机箱 它有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它的电源跟显卡是分了两个仓位的话 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散热的话 那这里我们是使用的这种三风扇的显卡 那如果你使用涡轮卡的话 那效果会更加好 那我们也实际测试了一下 那其实这套配置 9GK用NX52去压的话 就是单烤CPU的话 大概也就是70多度 那双烤的话 当然CPU还是会有所增加 大概会到80多度 但是显卡这边还是比较凉快的 像传统的你比如说 像那个联力的TU150那种设计的话 显卡直接靠着CPU的话 那如果你用风冷的话 那直接两个CPU 就两个热拳击在一起的话 那个双烤的温度会非常难看 那这个机箱的双烤温度 属于能接受能接受 CPU有所增加 但是显卡的话影响不是很大 另外我想说这个机箱 其实虽然装机特别难受 但是装完了看的话 还是觉得非常的有美感 像整个外面就像乔治伯说 你看不到几个螺丝 包括它的这个顶部的 顶部的这个东西 是直接都是卡扣固定的 非常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并且乔治伯比较贴心的 他给了一个这个防尘网 我们还是把它贴了上去 这样你防止 如果直接就是开网的话 这用了没多久的冷盘上面肯定全是 全都是灰 另外的话 它的这个玻璃的话 也全部都是卡扣设计的 它没有任何的螺丝 直接是这样卡扣卡上去的 所以说从外边看的话 这个机箱也是特别好看 因为我其实是特别不喜欢 这个玻璃上面打个孔顶螺丝 一是你螺丝太紧容易把玻璃压爆 二的话玻璃上面打个螺丝 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丑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不妨点赞投币收藏素质三连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机箱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宿商品 潮玩客来进行选购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装机资讯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RK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